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了不起中国新闻热点资讯 我是本期节目主播大军 每天带来最热新闻解读 欢迎大家点击关注和小铃铛 您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谢谢 在我国2021年的空军宣传片中 有一架大型飞机上面蒙至一块薄如蝉翼的布 在幽暗的灯光下显得尤为神秘 再加上一阳千奇帅气的面旁凛然正气的姿势 把那种神秘撩人的氛围带到了顶点 而这架邮报琵琶半遮面的飞机 众人一度猜测是从前几年开始就备受关注的红耳铃 早在2016年的空军开放日上 就传出我国正在研制新一代轰炸机的消息 如今五年的时间已过 千呼万唤的荒二铃究竟什么时候才能问世 成了众人最关心的话题 它又能否成为中国抗衡美国B2隐身轰炸机的利器 朦朦胧胧的荒二铃从外形上看 很像美国B2隐身轰炸机 因此很多人说中国的荒二铃就是仿制B2建造的 这个猜测不无道理 就目前而言 美国的B2是世界上唯一一款隐身战略轰炸机 满身的黑科技让它从1997年服役以来 就一直傲视群雄 甚至是其他各国都无法超越的存在 它的隐身技能强大到让雷达 红外线可见光噪音都无法捕捉 严密的防空体系在B2面前形同虚设 在这种情况下 仿制B2无可厚非 再说了 B2可不是说仿制就能仿制出来的 要不然俄罗斯早就出手了 还用得着空白了这么多年吗 但荒尔林肯定有跟B2不同 甚至超越它的地方 从宣传片的地板反光中能看到 荒尔林的后列角比B2要大 很可能是超音速飞机 在空战中 隐身加超音速就是王炸 在这里还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 听完之后就会理解 为什么我国那么需要荒尔林 俄罗斯的一位92岁老兵 安德烈维奇 曾在中国寻找自己交过的飞行员 结果这位老人的一句话 让场面一度尴尬 他说 你们现在已经不使用图16了吧 这句话虽然扎心 但说出了中国曾遭遇的最窘迫的局面 哪怕是现在 我国现役的最新型的轰炸机 还是轰6系列 虽然在经过改造后 轰6已经脱胎换骨 轰6N在经过空中加油后 最大航程可达到1.2万公里 作战半径也扩大4500公里 但它终究是中型轰炸机的底子 就算升级到战略轰炸机 载弹量也是不够的 再加上打击方式比较单一 一旦交战 我们势必落在下方 所以这是我们急切盼望 荒尔林出现的原因 它的诞生会把中国带到一个全然不同的高度 如果说 歼尔林是打破了美国在隐身战斗机领域的垄断 那荒尔林就是足以比肩美额 甚至超越它们的重计 在荒尔林为数不多的遮蔽路面中 不管是我们还是外媒都会从蛛丝马迹中大胆猜测 有人说 荒尔林的载弹量可以达到45吨 能飞到美国本土进行轰炸 45吨是什么概念呢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B-2的重量是71.1吨 最大起飞重量可以达到170多吨 即便如此 它的载弹量也只有23吨左右 如果荒尔林能携带45吨的弹药 在体型上 势必会大出两个B-2 这样庞大的轰炸机 就算造出来又能有多大用处 再者 任何一款武器的出现都必须根据国情需要 纵使强大如B-2 也是美国与苏联军备竞赛的结果 当时苏联的中程远程防空导弹迅速发展 美苏两国含有大量的核武器 美国建造B-2的目的就是希望 哪怕是在苏联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 它都能凭借隐身性能深入腹地 摧毁苏联的核打击能力 很显然 这是美苏争霸下的无可奈何 而我们完全不需要 中国以核为贵的态度 举世皆知 即使是面对咄咄逼人的美国 从来也没有进行过 任何破坏和平的行为 所以 红二龄根本就不需要这么多的载弹量 飞机的载弹量再多 也多不过陆基打击导弹 飞机速度再快 也快不过洲际导弹 东风四一洲际导弹 20分钟就可以飞到美国本土 是东风导弹不好用吗 直言不讳地说 红二龄的出现 就是为了对抗美国 依靠自身的隐身能力 突破防空圈 对重要的通讯设施 机场指挥中心进行打击 这么多年 我们对轰二龄始终是静静等待的状态 但随着俄罗斯首架图160M轰炸机的即将交付 我们的心又提起来了 这种心态也很奇妙 就像是家长在一起比拼孩子 你家孩子强 那我家孩子就一定要更强 经过现代化改造 升级航电和电力系统后 图160M的战斗力大大增强 图160M也是俄罗斯追赶美国的结果 它马力族载弹量强 甚至可以完成空机核任务 唯一的缺点就是依然不能在白天进进隐身 但这对美国来说也是不小的威慑 看着别人的空军队伍又添猛将 我们对轰二龄的期待就更足了 轰二龄在气动方面跟BR很像 飞翼布局也沿袭了BR W型尾和发动机机尾喷口应该也没有太大差别 虽然到目前为止 我们没有见过轰二龄的真实面目 但从隐隐约约间能看出 它的外形也像一只张着翅膀的蝙蝠 但颜色就不知道了 有人说它是红色 是我们党的颜色 国企的颜色 炫烂雄企的颜色 如果真是这样 轰二龄一定漂亮到了极点 从我们国家对轰二龄的态度上就能看出 中国真的不一样 歼一龄出现的时候 我们就遮遮掩掩 到歼二龄的时候 首飞当日就当着美国国防部部长的面 直言不讳地表示 这是我们中国自主研发的新型飞机 还具备隐身功能 再看看荒二龄还没露面呢 却已经进行宣传了 甚至毫不避讳地在宣传片中出现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是因为我们的国家强大了 保密与战略威慑两手抓 与此同时 也是我国自信的表现 即便把这些装备提前录出来 你们也赶不上 光明正大坦坦荡荡 将中国风格贯穿到底 不可否认的是 轰二龄的出现 让中国空军拥有洲际动力投射能力 它也即将与歼二龄运二龄 一起构建起我国和三位一体的战略空间 捍卫祖国蓝天 保卫人民安全 所以对轰二龄的想象 不妨再大一点 相信它会惊艳我们所有人 而对于中国空军来说 驾驶着最先进的荒二龄 一定是世上最浪漫的事 他们见证了中国最好的2.0年代 右手敬礼 左手牵你 不负国家 不负你 荒二龄要抓紧了 全球最强轰炸机即将到来 单价只有B2四分之一 前不久 根据美国航空杂志网站发布的一篇题为 空军泄露了有关其新型轰炸机的 一些秘密的文章称 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在加利福尼亚州棕榈谷的工厂 目前正在建造第二架B21轰炸机 首飞预计将在明年进行 除此之外 美国空军前不久还发布了一张照片 图片中显示为B21突袭者轰炸机 专门设计和建设的首个机库已经完工 该机库将为首架B21突袭者轰炸机提供维护使用 而至于核实首飞一直说法不一 2019年7月24日 美国空军副参谋长威尔逊在参与活动时表示 B21轰炸机进度良好 预计在2021年12月3日首飞 这是第一次官方人员公开透露 B21突袭者轰炸机的首飞时间 但其他网站则报道称 B21突袭者轰炸机将于2022年首飞 不过从时间上来看大致可能会在2021年末到2022年末之间 总之首飞已经进入倒计时 而该轰炸机的发展官方最早于2015年10月27日公开 当时美国国防部宣布 由诺斯洛普格鲁门公司获得远程打击轰炸机LRSB的合约 到2016年2月26日美国空军才正式将远程打击轰炸机的指配代号为B21 意思是指21世纪的新型轰炸机 当日在美国空军协会空战研讨会的演讲上 美国空军女部长James还分享的下一代轰炸机的概念设计图 由此正式揭开了B21突袭者轰炸机的神秘面纱 从公布的概念图来看 B21突袭者轰炸机的外观与B2幽灵隐身轰炸机非常接近 部分设计和技术可能沿用了B2幽灵隐身轰炸机的设计 而该轰炸机的发展计划最早可以追溯到2004年6月 当时美国空军空战司令部开始研究新型轰炸机项目 用以取代当时老旧的B-52同温层堡垒轰炸机 并计划在2018年开始服役 随后被正式命名为下一代轰炸机 2009年5月19日 美国空军参谋长施瓦茨表示 美国空军在2010年的预算中的重点 将在远程打击轰炸机 而非下一代轰炸机项目 不久后 下一代轰炸机项目发展计划被终止 国会停止拨款 与此同时 还将延长B-52同温层堡垒轰炸机 B-1枪骑兵和B-2幽灵战略轰炸机的服役期限 到了2011年1月6日 美国国防部长发表2012年度 美国国防预算的讲话时 宣布将重大投资一款远程 具核打击能力 也可以遥控驾驶的轰炸机 至此 空军变货准启动一个名为 远程打击轰炸机采购项目 这也就是B-21突袭者战略轰炸机项目